梵蒂岡任命耶稣会周守仁神父 为下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 周守仁说会与年轻人同行 认为与各界的对话十分重要 何家俊博德 获教庭任命后的第二天 周守仁联同现任中座处理 汤汉书记一同建记者 我自己感到是去荣陷的 可能大家都看到我原本不是很愿意 因为我都很相信教区的主教 我应该由教区成绩班出任会好些 但是最后因为我是耶稣会士 教宗都很明确地说都想我做的 我都会服从教宗 这个教宗没有私人 他说暂时未有详细的工作计划 但必定会陪年轻人同行 为什么去聆听 还有为什么去帮不同的年轻人 我们都有一份同理心 懂得同理心去聆听 我们才有可能更大的能够走在一起 不需要认同 但是有这个理解和感受到 已经是很开始了 这个是重要的备判 这个我自己一直都在学习的 演讲听他的对话 这个是一个show 多过一个真正的对话 我觉得对话是需要比较小早一起去谈才有用 我会用这件事的 我都会争取 希望多些对话之后 多些信任 香港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 没有什么信任的伤 那他日后会不会再上街请人呢 他说要视乎有没有需要 那今年会不会继续悼念六四呢 你看看今年六四的情况 就是是不是合法的呢 可以上街 如果我都不会在任何一位 我自己都不会做些不合法的事 周首仁现在是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 他要等到省会有继任人之后 先可以上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 他日足圣礼在12月4日举行 他之前通汉书记会继续掌管香港教区 游善电视记者何家进步道